三重商工运用2022年新北市创新教育加速器专案 规划了第二发的活动 用英语语文专业来回馈地方 这次更结合校本工科专业特色 探索在地的工厂 并且以外语包装录制成数位影音 由三重商工师生同时结合许多单位 合作拍摄而成的双语电影《季勇者》 透过学生的视角传达广泛的工业运用 这也是创新教育加速器专案的第二发活动 今天就是借由在今年度的第二次大活动 我们将工业乘与外语做一个结合 有不同的面向让孩子学到 他们其实在本身的专业如果搭上外语之后 他们的职业可以更加加成 而如果有外语能力的孩子 他其实也需要做跨域的学习 那其实这是完全呼应我们的新课纲的一个过程 而我们年底的时候也会做一个 另外一个与商业的一个合作 三重曾经聚集了许多工厂 是台湾经济奇迹的幕后英雄之一 但是许多年轻一辈可能不知道相关的历史 参与拍摄的模具师傅 很高兴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 能够产出这部双语电影 一路走来多亏许多单位的协助 负责编剧的老师也代表学校感谢大家的帮忙 一开始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跟学校的工科老师询问说 是不是有发展课程的可能 然后到后面呢 就是跟外面的商家还有工厂接洽 那渐渐的呢 把这个原本只是很抽象的概念 变成大家今天所看到的故事 那在这里呢 我真的非常感谢呢 这一路上帮助我们的 透过这次微电影的拍摄 不但用双语方式呈现工科所学 在职场上的亮点 也希望学生能以英语专业能力 发挥社会正向的影响力和价值 记者沈仲林瑾瑜三重采访报导